这三件事你做完还没有拿下女生 那你就真的拿不下了 花再多的时间精力都没有用 今天呢我就把这三件事情给大兄弟们讲清楚 还有在执行中遇到的欺打误区 认真听好啊 听来你就是情场高手 第一件事就是主动表达好感 认识女生之后这件事情一定要早早做 你要做的事情是去表达好感 而不是去表白 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啊 一定不要搞混淆了 女生知道你对她有好感之后 女生内心一定就是开心的 但是这个时候她的开心不等于喜欢 也没有太多好感 但只要她愿意再和你接触 那第一步的目的就达成了 第二件事呢主动邀约喜欢女生 这件事情呢就不能太着急 起码认识一两天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啊 因为正经的女生都会觉得太快了 然后注意邀约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想太多的理由 因为女生会觉得你很奇怪 有话直说会更好 直接约一个下午茶 约一个晚餐 女生要是问你为什么要约她 你就可以跟她说有好感 见见面多相处相处 多了解了解嘛 不见面哪来的相处和了解的机会呢 既真诚又热情 只要女生对你不反感 都会答应和你见面的 如果她第一次不同意见面呢 别管她说了什么借口 你都在约一次 如果她还是不出来 直接放弃 不愿意跟你见面的女生 就算她口头上说喜欢你 都是在把你当成备胎填狗 直接删除 第三件事就是主动问女生对你的感受 约会完呢 女生给你反馈很开心 不要犹豫 继续约下一次 下一次就不断的升级关系就好 亲亲抱抱举个膏 一路到了确定关系 确定了之后再表白 一气呵成 过程中呢 一定要尊重女生的感受啊 女生嘴上说不要 别管 女生要是用力推开你 那就是要尊重她的决定 那如果她说感受一般 不要着急着放弃 再尝试个两三次约会 还不行的 直接下一个 多一分犹豫 你都是舔狗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你不理她了 哎 她反而不适应了 反而天天琢磨你 这个时候拿下女生就很轻松 我们呢再来说一说过程中的七大误区 第一个 别天天闲聊 天天聊生活聊 恋爱观都没用 要聊就要和女生见面聊 聊的越多 你在女生心里的神秘感觉越少 第二个 主动关心女生 天天嘘寒温暖 天天吃了吗睡了吗在干嘛 这些话应该谁说呢 这是她男朋友才能说的 你说什么呢 你说出来就是暖男 就是舔狗 就是不合适 女生不会因为你对他好就爱上你 第三个误区 就是刻意的展示自己的优秀品质 比如说会做饭 养宠物 收入高等等 意图太明显了 手法太不高明 只能暴露你的目的性 对女生心里毫无增加 要少说多做 要约出来 当面展示才会有冲击力的 那四个有点暧昧了 去给女生发小作文 就是想去表白 不要问她能不能做女朋友 不要去承诺要怎么对她好 更不要在她拒绝你之后 问她可不可以再做朋友 不要继续发红包 不要继续送礼物 不要继续付出了 口头关系一点都不重要 行动才最重要 第五个误区 不要去猜想她的想法 不要去猜她喜不喜欢你 比如看她回消息快不快 表情包多不多 朋友圈社交动态给你点不点赞 越猜越难受 直接约出来 不出来 直接下一个 第六个误区 就是去证明你的真心 你想用态度来表达你的专一 但这个是男朋友做的 而你是谁 你的真心只会带来压力 那女生跟你在一起就不轻松 压力太大 反而会把女生吓跑 第七个误区就是猴急 刚认识三天就要在一起 不合理 也不可能 因为快了 你再帅都没有用 女生想要找一个靠谱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猴急的小男孩 照着开头三步去做 就没问题 还有问题 找我聊聊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 聊天的技巧 想心上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了 或分别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帮助你 如果先天下方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来放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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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